大家好,欢迎来到表书砍世界 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个比较有趣的话题 如果是第一次观看我节目的朋友 欢迎订阅表书砍世界,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今天的话题是 如果我入境的时候被关进了小黑屋怎么办 我想时常来美国的朋友 或者正在打算来美国的朋友 可能听说过小黑屋这个字眼 什么是小黑屋 有没有小黑屋 实际上小黑屋并不是真正的黑色的屋子 小黑屋这里我们指的是 在美国入境口岸的国际机场 比如说洛杉矶国际机场 芝加哥国际机场 或者是纽约的肯尼迪国际机场 这些机场在你下了飞机以后的边检人员 边检人员咱们都要去检查我们的护照嘛 对吧 所谓的小黑屋就是美国的海关 以边境保护局办公室 它实际上是个办公室 这个办公室通常就是他们这些边检人员 平日上班或者休息的时候去的地方 那么基本上就是在入境检查这一栏 的后面 每一次我们下了飞机 首先就要去边检人员这里 把我们的护照递交过去 对不对 一递交过去的时候 他可能会问你一两个问题 而且外国人可能是要按指纹 然后是要照相的 如果他要是对你有更多的疑问 比如说不确定你的真实身份和真实目的 他就可能邀请你到后面去 这个时候你就要到后面的办公室里去了 实际上也是面谈室 所以这个小黑屋实际上是很亮堂的 只不过就是单独的面谈室而已 通常都是一对一的 也就是说边检的官员和你之间的这么一个对话的这么一个隐私的地方 通常呢 他对于你有疑问的时候 因为在他的那个工作台 就是看你的护照的那个工作台 他的系统是有限的 他并不能看你个人背景的这个信息 所以他就会要求所谓的叫做Secondary Inspection 就是第二次审查 那么第二次审查呢 他就要带你到这个所谓的小黑屋里面 这个面谈室 因为在后面的办公室里面 他们的这个电脑系统是跟美国联邦调查局 和这个国土安全部很多这个大数据系统是相连的 他可以对你的背景进行调查 看你的姓名或者是怎么样 在不在这个恐怖分子或者是贩毒分子等等 或敏感人物的这个名单上面 这也就是说他带你去小黑屋的一个主要目的 那么到了小黑屋怎么办 我想很多人可能都会紧张 其实我过去也进过小黑屋 不过我进的小黑屋是在香港和中国进的 我在香港进小黑屋的时候 给我折腾了几个小时 其实主要是等 等他们对你的调查 反正你就坐在那等呗 又不是你一个人 实际上他有很多单街 然后外面也 外面也有人 我在上海也进过小黑屋 我们全家全家进小黑屋 这个被关了五个小时 本来说还要拘留我 这个后来考虑到我们家小孩那么小的吧 都还是一个可能才几个月 一个才有两岁啊 自娃乱叫的 后来一看一看 哎呀算了吧算了吧 就把我们放行了 好那么到小黑屋 他究竟要干什么 所以你也不要过于的操心啊 只要你的个人背景很单纯 或者你来美国目的很单纯 你用不着过于的担心啊 他首先呢 他们工作人员啊 这个边界人员可能要 在他们的电子系统里面 要查你的个人档案啊 要查你的姓名 可能会把你的护照号啊 乱七八糟都拿去啊 啊照片啊等等 啊通常呢 啊通常像这种过程 不会花很长的时间 啊实际上真正跟你在一起的时间 恐怕也就是啊 一刻钟半个小时 顶多一个小时啊 那么大多数的时间呢 实际上因为他们要啊 入境的时候 可能会有很多人被揪到小黑屋里面去 所以呢 这个就是等待的时间比较多啊 等待的时间比较多 假如你是学生啊 如果你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留学生的话 啊 我建议你在 啊实际上在入境美国之前 要把所有的入学的资料 啊这个包括这个啊入学通知书和学校的联系啊 甚至是美国当地的啊联系 所有的这些啊有用的资料呢 都放在一个塑料袋里啊 这样的话呢 不至于你到了机场的时候被叫进去以后 你就感到啊惊慌失措 然后找找不着这个东西也不知道放哪了 那个东西也不知道放哪了 对不对 啊如果你要是商务的访问人士呢 啊我也建议你啊 比如说你是来美国参加什么会展的 或者是来美国开会的啊 那你最好是把这些会展的信息啊 甚至是这个美方邀请的信件啊 罕见电子信等等都准备好 对吧 甚至如果你说你第一天晚上会住在哪里啊 那个酒店的信息啊 这个啊 还有你的比如说你是商务人士吗 你最好能够带一两份你们公司自己的英文介绍啊 这样的话呢 一旦被查问到你究竟是干嘛的啊 你的单位是什么 你可以把这个资料提供给这个编检人员啊 这样子的话呢 能够加快他们对你的审核啊 或者是你可以把这个啊 美方出去的邀请函 或者是美方跟你之间的这个电子信联系啊 都带上这个副本啊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一样 把这些所有的文件资料都准备好啊 放在一个大塑料袋里啊 像我出门的话 我都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塑料袋啊 重要的文件啊 都或者是我的护照的影印本啊 等等都会放在这个啊 塑料袋子里面啊 一旦我需要的时候 我就知道所有的相关的信息都在这个袋子里面 我就不会乱翻啊 那么还有呢就是说 如果你是旅游的啊 你旅游的呢 你最好在来美国之前 把整个旅游的这个路线图也准备好 路线资料 对吧 比如说你去哪里去哪里去哪里 什么时候入境 什么时候走 对吧 甚至啊 你可能提前订的机票 提前提前订的酒店这些信息都把它准备好啊 这样的话呢 一旦这个边界人员啊 怀疑你入境的主要目的等等啊 那么你这些东西都是你的证据啊 同时呢啊 就是说他们主要是对你的背景不放心啊 个人背景不放心 所以这就是他们调查的一个主要一个原因啊 那么还有呢 他们可能会检查你的这个电子设备啊 包括啊 你的手提电脑 对吧 包括你的社交账号啊 看看有没有恐怖言论 或者反美言论啊 所以呢啊 你如果是有这些账号的话 你要准备好啊 那么还有就是你的手机啊 他们很有可能也要检查你的手机啊 这个在美国是这个海关的这个边界的人员啊 他们是有权利这么做的 因为你是非美国公民啊 如果是公美国公民的话呢 你可以要求律师在场啊 但是你不是 所以你的权利是非常有限的啊 那么他们可能会检查你的微信啊 所以我建议你如果要是在微信里啊 经常有开玩笑的呀 或者是有啊 一些不合适的这些啊 内容的东西 你都应该把它啊 删掉啊 就是在来美国之前啊 把它删掉 甚至换一个新的手机啊 如果你的电脑里啊 就是说用了很久 里面可能也有一些敏感信息等等啊 这些都最好把它拿掉啊 不要放在电脑里啊 特别是一些有关色情的一些东西啊 所以呢 这个电子设备啊 也要提醒大家 那么还有一个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如果你携带了大量的美钞啊 或者是现金啊 等等该申报的时候就一定要填表申报啊 这个美国是有这个规定的入境的时候 你如果超过了一万美元的现金 在你的身上或者在你的行李里面啊 你必须要申报啊 必须要申报 如果你说哎 我就一万一千块钱啊 那个什么 也懒得填那张表了啊 但是一旦被查出来 你肯定是要倒霉啊 钱很有可能啊 要没收 而且还被教训一番 所以呢 除了现金以外啊 如果有任何敏感的东西 最好不要带入美国啊 不要带入美国啊 所以在这一点 什么是敏感的东西啊 特别是像一些 有一些不常见的中药啊 什么粉啊 面啊之类的老美搞不清楚 到时候以为你带的是毒品啊 那所以这些东西要尽量的避免啊 其实我我来的时候 我一般很少会带忠诚药之类的东西啊 因为有些忠诚药 他的这个就是啊 咱们在中国使用的一些忠诚药啊 他有的一些成分和含量 在美国是不被允许的啊 是敏感的东西 他他可能你认为这是药 他认为那是毒啊 所以这一类的东西呢 也一定要尽量的避免 然后呢 就是说 当这个编剑官员讯问你话的时候 最好不要这个 太啰嗦 一定就是说 是或不是 或者是很简单的答案 不要做一大堆的解释 因为有的时候呢 你的这个言语啊 很有可能会被作为证据 到时候你被指控什么啊 之后呢 他可能会把你的这个 所说的一切都当做一个证据来了 所以呢 如果不必要的话呢 就不要说的过多啊 简洁的啊 是一就是一 是二就是二 然后呢 千万不要跟这个执法人员啊 发生任何的争执啊 或者是态度不好啊 因为他们的权力是非常大的 他允不允许你入境 完全由他来决定 所以呢 你最好要 要和气 要礼貌啊 做到这个 尽量的不要去跟这个 他们发生争吵啊 甚至 有这个这个啊 其他方面的这个行为啊 千万不要啊 因为他们也只是想验证你的身份而已 一旦验证通过以后呢 啊 他们就会很快让你啊 过境 当然了 如果你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 被歧视了啊 或者是被歧视 或者是啊 你觉得啊 他们不正当 执法啊 你到时候啊 不论你是入境以后 或者是啊 反国以后 你可以向啊 美国的这个国土安全部 这个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啊 进行申诉啊 他有专门的申诉的啊 这个网址 啊 那么如果你真的是被拒绝入境了以后 你甚至回国以后 你可以 就被拒绝入境所造成的经济损失 向美国国土安全部 要求这个赔偿啊 要求调查赔偿啊 他也有专门的网站啊 这个美国国土安全部的网站上都有 当然了啊 同时呢 如果你是中国公民呢 建议你啊 最好能够啊 记住这个中国驻美国当地领事馆的 这个电话号码 对吧 万一有什么事情 你可以打这个电话啊 不过呢 他们的电话一般打的时候 不是很容易打得痛啊 所以你可以把这些 各地的这些啊 无论是旧金山的呀 还是洛杉矶的呀 这些中国领事馆的电话啊 把它啊 记下来啊 如果你是美国公民 或者是美国的这个啊 永久居民啊 也可以把你自己的律师啊 这个律师朋友 或者是律师的电话号码 随身带着啊 一旦有这个必要的话 你可以要求啊 这个要求律师 对吧 有的话你可以 其实在美国啊 就是有的有的话 你可以不必啊 答复 答复这个这个啊 这个官员 你可以有权不答复他 当然如果你觉得就是说 OK 他要遣送你回中国 那么可能会对你的人生 造成生命的啊 这个威胁啊 你说我回国会怎么样 会出现什么事 你可以向啊 美国海关提出庇护的请求啊 所以呢啊 今天呢就跟大家呢啊 聊到这个小黑屋啊 其实小黑屋呢 也并没有那么可怕啊 他只不过是很有可能会 耽误你下一个这个航班的行程啊 那么大多数的这个美国的这个啊 航空公司 他都会给你合理的安排到下一个航班啊 只要你解释 你说刚才啊 是被这个这个啊 美国编辑啊 interview了啊 约谈了啊 造成了这个这个单个啊 他们都会给你啊 免费安排到下一个航班上 当然了 如果你当天走不了的话 你可能要在当地入住啊 入住一个酒店 这个费用很有可能是你自己承担 好 那么今天呢 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啊 如果是这个有问题的朋友啊 欢迎跟我私信啊 或者留言 谢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次再见